地上满湿白色粉末 一路通到厨房后方 2002年8月19号 枪击摇犯陈福祥 就是靠着一路共犯掩护 结囚逃脱得逞 震惊社会 由于警方借题陈福祥 要去起出脏枪位置 没想到中了埋伏 警方一进餐厅就被黑衣人包围 又没带枪被黑衣人用灭火器攻击 一阵混乱中 陈福祥从厨房后门逃出 骑上早就准备好的机车 逃逸无踪 也让警方面子丢大了 对于丝丝严严的责任 我们也会追究 幸好35天后 警方在桃园顺利逮捕 陈福祥跟共犯 而这回 竹北分局截囚案 外界就好奇 警方的疏漏到底在哪 除了上手铐上脚疗 警方借户预犯保外就医 有四大重点 需要出动优势警力 还要配枪穿防弹背心 截送时 要避免人犯和闲杂人等接触 他身上的东西更是要仔细检查 但显然 这四大SOP 竹北分局都有明显疏漏 特别是让吉思汗与坚硬亲友谈话 因为解送过程我们是避免他去进客 会尽量避免他跟亲友去接触 因为这提高我们的危险度 陈福祥18年前逃了33天落网 而吉思汗逃不到一天 就和同伙遭围捕导案 嫌犯在狱中 竟然和同伙策划逃脱计划 警方层层的严重疏失 恐怕已经打击外界对人民保姆的信心 记得新竹综合报道 分享开启小铃铛完全免签 同步下载中天快点TVAPP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 订阅中天 守护台湾刷一排甲乙